相信大家对这两款零食一点都不陌生 可以说是陪着我们长大的零食 不知不觉这家公司已经来到第47年 同时也传到了第三代的接班人 今天的上海名人坊我们专访Sam来谈谈 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 他如何带领公司乘风破浪 你好 欢迎大家收看 欢迎收看《上海名人坊》 作为第三代接班人 Sam通过不断地学习管理经营 改进生产流程与设备 始终坚持以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打造更多零食产品 带领新兴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站稳市场脚步 欢迎收看第十季上海名人坊 你好 我是靳川 过去我们曾经访问过一些企业的第二代接班人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跟难得 邀请到企业的第三代接班人 他就是新兴食品工业的第三代接班人 Kawai Sam和我们聊聊 他接受家族生意的一些故事 Sam 你好 大家现在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一些零食 都是他们家出产的 包括耳熟能详的 咪咪也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 他们据说也是小时候开始吃的 可是我没有这个印象 但可能等一下可以问问Kawai 那之后呢又推出了Shoyomi还有Gram5这些比较健康系列的是不是 所以呢这个是一开始就有了 是 这个是1976年前 哇 在之前喔 对 所以这家公司是1976年成立的 注册的 注册 是 是 开始是再早一些 对 大概几年 70左右吧 当时是爷爷 是 创办的 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营方式呢 主要是都是以手工啦 就是买了一包一包的面粉 然后全手工 然后切个也手工 是 那手工的东西呢做出来是独一无二的 比如说每一个形状不可能一样的 就切 切的 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啦 对对对 而且当时也没有这个包装吧 没有没有 那时候就是一些用秤的啦 就是那些桶 脱明的 嗯 也是用手工炸 是 啊 就在一个注价很简陋的地方 所以早期的时候就是地方性的一个零食 七六注册过后就逐步开始了 嗯 你有听说当时主打的一些产品吗 主要是 啊 夏条 夏利 嗯 啊 对 还有一个 啊 类似马铃薯 就是大家讲的枕头饼是不是 啊 啊 这个其实这个是枕头饼 这个就是枕头饼 可是当时应该不是这个包装嘛 对不对 不是 不是 之前的包装是 红白 嗯 啊 啊 那个是很久了 我本身都没看过 哈哈 我记得我吃过枕头饼 但是不是这个包装 我相信应该是旧的包装 我相信应该是旧的包装 啊 一直到1976年公司正式的去注册了 是 啊 然后那个时候就 呃 是 还是爷爷在打理吗 那时候主要是父亲 父亲 过亲在打理 还有叔叔 姑姑的帮忙 哦 后期还有故障 那第二代做了哪一些改革 就从创立公司开始 嗯 然后到 啊 2003年 他们就开始搞公司的系统 嗯 然后到08年过后开始做品牌 嗯 是之前 大家都懂咪咪 对 懂Tam Tam 可是 不一定会懂Snake Goo 是 是 就到近几年来 啊Snake Goo这个品牌都 受到大家的接受了 对 因为广告我们也看到 也听到 大家也开始记得这个品牌 诸步的啊 是 这个Snake Goo在 马来语就是 是我的零食 嗯 为什么特别选用马来语呢 有一个策略吗 哈哈哈哈 还是说要让 走入更多的群众 比如说马来群众也能够接受啊 马来西亚最多的人口就是 嗯 同胞 那我这样子估计了哈 第二代呢 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也开始 规模化的生产了吗 当时候 是 标准 就是标准流程的生产 嗯 就我们也去 啊 开始有了 啊 清真哈啦 嗯 还有一些食品安全 是 FXC 嗯 22000 那些都是 在品质方面啊 嗯 品质是我们非常注重的 是 就是你们的原材料啊 对吧 嗯 就是要把关它是健康的一些材料 它的来源 嗯 嗯 它的 啊 一些里面的成分 嗯 那些我们都要很清楚地从供应商那边 知道的这些还选择去用它们 第二代就有这一个 那后来这是在第三代的时候出现了吗 这个是在 啊 2007吧 2007年 是是 那这些呢 2007过后就到开始到这个 嗯 这个是2016 是 就是这四年之间的 嗯 然后这个是在MCO前的 哦 2019 所以在外面还没有很正式地把市场铺完 嗯 啊 然后有做一些 activity 嗯 所以大家可能 还很陌生 还很陌生 是对 因为当时遇到MCO了嘛 对不对 这边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以前呢 大家记得是Mimi跟TomTom嘛 后来呢 就做了一些改变 就有了这个日本名字 嗯 这个 Soyumi Soyumi 它是 酱油啊 酱油的面条 哦 这个酱油加着来炸那个面 哦 它的生残啊 就是所以你吃面的时候是带有酱油的味道 嗯 嗯 而且你们有好几个口味对不对 是有辣的 嗯 然后有原味 嗯 有黑胡椒 还有啊 Ciwik 嗯 紫菜 那Soyumi 应该怎么解释呢 这个名字 这个Mimi就是面的意思啊 Soyumi Soyumi 醬油 酱油面的意思 为什么特别会有一个产品 是有日本名字的呢 之前啊 就是我的团队 然后他们到日本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东西 很特别 嗯 然后我们就带回来 嗯 就自己研发 嗯 就花了 啊 上五年的时间 哦 从原料 包括机器 都是自己研发出来的 嗯 就是做这个产品在外面也买不到这个机器 哦 机器也买不到 就是有一些部分是要自己研发出来的 哦 别人就没有办法给你们抢这个市场了对吧 比较 独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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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啊 在后来为什么又有这几个产品呢 主打的是什么 主要是消费者健康的意思 嗯 就现在的父母 买零食给小孩都不随便买 他们都会翻着后面来看有什么颜料什么颜料 是 所以这个健康健康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是 啊 骨类 嗯 啊 主要是豆 嗯 豆跟一些骨全部参在一起 嗯 它的调味来 调味料就没有那么的重 嗯 比较清淡啊 这个有应该有很多口味吧 对不对 四个口味 啊 好像也有wasabi的对吗 wasabi的是这个 wasabi是这个 是 因为我平时也有吃这个健康的零食 那这个的主打又是什么呢 这个的口感是比较清脆 这个清脆 然后它的味道比较 它的调味来就比较独特 它可能有火鸡 啊 有海盐 啊 还有一个一酥酥是比较甜的 啊 还是有辣的都有 是 这个脆 那这个呢 这个吃就很像你在吃花生这样 还有一个这个bimbin呢 这其实就是母鲁骨 哦 这是母鲁骨 只是我们跟 传统的母鲁骨不一样 嗯 我们就把一些味道 啊 加进去 嗯 还有改变一下包装 嗯 新的元素啦 是 刚才你说这个手优秘啊 要花三到五年来研发 要 所以一个产品 或者说一种零食的诞生 是需要花三到五年吗 基本上我觉得需要 嗯嗯 你参与过哪一个 这一些 啊 比较后期的 我进来我进去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已经是 一半了 嗯 就差不多已经是好了 只是一些设备上的还在改进 哦 就是要大量生产的时候了 整个研发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吗 就是先有了这个概念 嗯 然后再去找 我们需要什么底来做 来去执行这个概念 嗯 像这个的我们就找 啊 啊 它是豆类的 嗯 还有一些骨类的 嗯 我们就要找 要做出这个形状的东西 这个口感 我们要用什么机器 嗯 扎出来的过后 啊 这个味道吃的是这样子 是 然后它的 texture 它的口感 咬下去是这样子 嗯 过后再需要选择哪一些调味料 来比较配合 嗯 因为有些调味料不一定配合到它本身底的那个味道 对 可能有冲突 是 过后再来选择包装材料 真正推出之前 你们会在内部做一个试吃大会的吗 会 生产过后出来我们就会做试吃 一般上最高纪录要试吃多少次呢 不一定啊 就是可能一有换原材料我们就是 对对对对 我们就A比 A跟B比 B跟C比 然后C可能要跟A对比这样 那你有参与过试吃的这个阶段 试吃基本上我都有参与 那不是要吃很多 也还行啊 因为微调也要试吃嘛 对不对 不管是调哪一个部分啊 比如说炸多久啊 对对 粉要放多少啊 一直吃就对了 不简单耶 也不是一天做完的东西 当然当然 就可能在大半年 或者说三到四年里头 都一直不间断地重复这些步骤 差不多是这样的 会不会邀请一些市场上的 比如说顾客也来品尝一下 我们有时候拿给我们团队的亲戚朋友 叫他们带武器给他们试吃过后 然后再给我们一些feedback 是 虽然说这个健康的临时概念呢 是迎合现在人的一些想法跟理念啊 但是你们推出那么久 市场的接受度如何呢 逐步啦 一个品牌的成立最少要十年了 就当我一进公司的时候 然后从这个手温米开始 以前的销售量也不高 然后后面就一直的逐步成长 就一直成长 是 就到现在你就看到很多年轻人可以接受它 现在Gram5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对吧 就是等市场慢慢地接受 可是也不能够光等而已啊 我们有打广告啊 对 就是要做一些广告啊 就是线上线下的一些digital marketing 线下怎么做呢 就是可能在广场里面就把一些fair 然后就分一些产品 那另外你刚才提到这个推出的时候 刚好在MCO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停下来 是打乱了你们的一些计划 是多少都是有一些打乱 所以现在又重新开始了 digital marketing的部分你们做了什么呢 就是找一些agency 然后跟他们讨论 看一下他们的propos给我们的idea 然后我们就去进行 就很多的讨论啊 就需要很多的讨论 还能接定这个广告 是 那销售通路呢 渠道你们是怎么销售你们的产品 基本上你在马来西亚都 都可以找到啦 各大商场 各大商场 大大小小 油站 小店 就是一些全部基本上 99那些7-11 那些全部都可以找得到 网络上买得到吗 网络上买得到 也是你们自己卖吗 网络上直接在我们的网站 在我们的Facebook 在我们的IG 还有Diktok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连到我们的网站 然后去做一些购买 一家公司要在市场上呢 走过40多年 即将要来到50年了 而且呢也只是靠着零食 就可以把这个生意做得那么大 你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呢 我们的公司注重了商品吧 嗯 品质 品德 还有品牌 是 就你们的这些原材料都是要健康的 上等的 有品质的保证 最少最基本的都是安全的 嗯 安全是最重要 是 因为每个人吃了 都要确保身体的健康 身体的安全 是 有人说 如果生产商自己也不吃自己的东西的话 就是可能有问题 是 你最喜欢哪一种 我都吃 都吃 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 特别喜欢啊 这个吧 Tum Tum 我还是吃咪咪Tum 哈哈哈哈 还是在这边 因为算是主打的嘛 对不对 因为我想把它改到更好吧 哦 你有什么想法 就可能觉得 哎 哪里需要改进 是味道不够 还是 啊 整个口感那些 有我们一直逐步 基本上从包装上看不出 可是 在 味道 它的品质 味道方面 我们都有 逐步一些一些的去改变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就刚刚你提到的品牌跟品德 怎么解释呢 这两个 品德是 啊 我们 公司啊 可能从主杯开始一个 很注重的一个 经营理念 啊 就是很正派的去经营 这些生意 我们也不会特别去找一些 便宜的原料 就是可能一些 比市场还便宜的原料 一些有时候会有来问 可是我们都不会 嗯 我们都不会为了那一些 利益 然后去影响到我们的 品质 还有一个是 品牌 我们有个口号 嗯 就是 味道有 味道饭 是 就是生活一年而欢乐 嗯 啊 主要的这个口号就是 啊 希望 SNAKU可以陪着大家 在生活上的每一步 刚才提到了 这家公司那么多年了 那你接手成为第三代的接班人 你的压力大不大呢 其实 这是无可避免的啦 毕竟 这是一个责任 嗯 你是在哪一年加入的啊 2000 2000年 2000 2001 就是1976年的时候 注册了公司 那是第二代 是 那你就在2000年的时候加入 是 我加入的时候是 适当做学习吧 嗯嗯 你从哪一个领域开始做起 我从operator做起 就是那些操作员开始啦 操作什么 操作机器吗 搬货 我从搬货开始 然后 到生产 嗯嗯 然后品质 包装就一步一步的 嗯嗯 走 走下去啦 嗯 就花了差不多 应该八年的时间吧 那如今你的职务是什么呢 目前的位置是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嗯 什么都要理 啊 什么都要看 什么都要懂啊 哈哈哈哈 你觉得这几年 你的成长 大不大 我看得见自己一直在成长啊 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处事方面吧 嗯 以前比较急躁 现在可以会 那加入公司应该会有一个 呃 比如说导师 一直在引导你啊 有我很多导师 哎 我主要是 呃 公司里的 GM 嗯 嗯 还有 GM不是第二代接班人 不是 是外面的 还有 啊 Sharon 嗯 啊 就是 市场 market market manager 嗯嗯 还有 以前的厂长 现在退休了 嗯嗯 Mistra 他们都看着你成长 长大 是是是 他们希望你继续发展 成怎么样的一个规模呢 稳健发展 嗯嗯 不必很快很急的 大规模的发展 嗯 就一步一步走 是 走得越远越好 那现在这个 你们家的零食 只在马来西亚买得到吗 还是其他国家也买得到 东南亚的话基本上 泰国 哦 新加坡 嗯 印尼 啊 澳洲 澳洲是亚洲啊 嗯嗯嗯嗯 然后主要是中东 中东国家啊 嗯 因为你们有哈辣的认证 是 中国呢 中国 呃 那边有另外一个伙伴 在那边有生产 哦 目前那边有 有哪一个产品呢 啊 主要是 咪咪 哦 这两个 主要是咪咪 啊 还有一个是 类似当不当 可是它是 另外一个 这个味道 形状一样 就你们会迎合每一个国家 推出当地人的一些口味 是 马来西亚的咪咪跟 啊 中国的咪咪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哦 你吃过吗 吃过吃过 怎么不一样呢 啊 这边是偏甜的 哦 那边是偏 咸 咸 或许下一次大家到中国呢 可以尝试一下 是 因为有些人们觉得 哎 这个马来西亚也买得到啦 可是 殊不知 原来味道是不一样的 味道不一样 而且我知道说 你们公司呢 也常常在做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 对不对 嗯 就是从厂内开始说起的话 嗯 我们现在为了减少汤气 我们装了太阳能 哦 然后就污水处理 嗯 我们就是跟着啊 regulation去做的 就出去排出去的每一地水都是 干净的 干净的 不会污染的 是 还有哪一些呢 然后在一些 就是小孩方面 我们就会一些赞助咯 儿童节那些啊 还是有他们有什么啊 有什么活动 一些我们都会都会赞助啦 嗯 未来还是会继续做这个部分 会会做更好吧 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啊 嗯 就是赚到了多少都要回馈给社会一些 是 现在你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了 其实你有什么想法吗 要把公司带领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就是一步一步做就是对了啦 就每年几巴仙的成长或者守着就好了 是 你不会给自己设下一个很大的目标的啊 会 可能那个是几 啊 很多年后的啦 嗯 就不会是一两年里面去做到了啦 是 这个一步一步是不是有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呢 基本上 责任大吧 嗯 所以有些东西不是看着自己想要冲就是冲啊 也要看一下后面的人这样 嗯 对啊 团队很重要 毕竟一个决定会影响到很多啊 对对对 而且这个团队很重要 是 你怎么跟团队拉好关系呢 两天一到一到点头打一个招呼啦 就多多到现场啊 嗯 每天都多到现场去走一走啊 看到大家大家看到我可能这是一个方法吧 现在在这个职位哦 你自己心情是怎么样的 也我也没有去在乎这样多啦 就是做 把我该做的东西做好就是 有什么忠告要给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吗 承担该有的责任 把目标设好 毕竟有的目标在整个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问题 一步一步的解决 好 今天非常感谢Sam给我们的分享啊 据我所知呢 50周年可能公司呢 会有一些大搞作 到底有什么搞作呢 就拭目以待 再次谢谢Sam 谢谢你 本节目非常感谢Moveover友情赞助 作为马来西亚第一个经济实惠的室内设计的线上平台 Moveover自2018年成立以来 旨在创造三营战略 打造透明化装潢市场 建立室内设计师平台 保障消费者得到品质保证 预知更多详情可以浏览Moveover官网 Moveover.com.my